其實從前年開始他就發現 這個小動作 但他是一個很正派的人 他覺得說還是要提醒 所以去年的國慶 他正式發一個新聞稿 一個臉書哦 嗯 我知道 跟蔡英文總統 還有游錫坤立法院長喊話 希望他們把這個台灣國慶日 台灣國慶日給換掉 可是他們都不理他 不鳥他 所以到其實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建議馬總統 就如果他還是用台灣國慶日 就不要去了 我們等著是幫他背書嘛 但是馬前總統是一個 很愛國的人 他是一個就是他覺得我 這個過去40年多參加國慶 我不去怪怪的 但到了今年他覺得說 他已經講了兩次了 那蔡英文政府還是用這種切香腸 偷偷摸摸的方式 做台灣國的國慶日 而且是英文哦 因為各位朋友 大家世界上看的是英文 不是中文 懂中文的這個外國不多 但他們看的是英文 所以等於是蔡英文 用這種英文的方式 所以有一個文章 用很有趣的比喻嘛 英文推動英文台獨 但是他只是英文又不好 怎麼辦呢 用英文的方式告訴全世界 我們現在到台灣國 如果馬前總統還去的話 等於是幫台灣國背書嘛 這個事情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不能夠再同流合污啦 我們必須要劃清界限 所以明年喔 一月的時候是很重要 我們希望侯友宜 國民黨能夠重新贏回政權 明年的國慶 就真正真正正的是中華民國國慶 我覺得蔡英文應該有壓力 就是馬前總統在一個禮拜前 宣布不去台灣國的國慶日之後 我認為相關的方面應該有給他壓力 所以他在今年的國慶 他再也不敢提互不隸屬 他過去兩次都提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是新兩國論嘛 這兩國論嚴重的違反了中華民國憲法 也衝擊了兩岸的區域的穩定 更對世界和平帶來陰影 那我相信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 他們現在已經焦頭爛額了 俄乌戰爭 現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又準備要有衝突了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蔡英文還來添亂 我覺得這是 可能有收到相關方的勸告 所以他今天在這個國慶 他不敢再提互不隸屬 也不敢再把台灣國慶日 做一個強化 對 相反的是他只好乖乖的開頭 跟結尾都講中華民國 但是中間過程他是講中華民國 各位啊 中華民國台灣是不存在的 因為我們憲法就是中華民國 我們所有的政府文書文告 都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 就是一個切香腸式的 怪羊頭賣狗肉 另外一個方式 我們的憲法文書 沒有一個叫做中華民國台灣 市長啊我們整個國民黨 一起在這個升中華民國國旗 是對的 未來我希望明年能夠真正的下架 這個台灣國 國慶日的這個始作俑者 我看了他今年的國慶文告 我就有一個感想 其實所謂的這個 蔡英文的八年到底留下什麼 我之前也講過了 每一任中華民國總統都有一個 代表性的一個稱號 比如說我們說李登輝他是 他是推動台灣民主化的總統嘛 那陳水扁是實踐第一次政黨輪替的總統 那馬英九是這樣打開兩岸 讓兩岸和平的總統嘛 那蔡英文留下什麼 戒凡 留下戒凡嗎 不是 不要我不要 蔡英文留下的就是一個 就是把台灣推向危險境地的總統 把台灣推向險境 怎麼說呢 請問八年前有軍機繞臺這麼嚴重嗎 沒有啊 八年前的馬英九時代是和平又有尊嚴 為什麼說和平又有尊嚴 和平大家不用講了 那個那時候路客路生來台什麼的 都沒有問題 有尊嚴 有誰可以讓中國大陸的領導人 習近平飛到新加坡 跟他坐下一對一的 面對面的談 只有馬英九嘛 那你蔡英文做得到嗎 你做不到嘛 可是做不到呢 他們就來抹紅 八年前馬英九時代是有和平跟尊嚴 現在我們第一個沒有和平 第二個沒有尊嚴 沒有和平大家都知道吧 現在這個中共 兵兵戰衛 對中共這樣子 對這個所謂的軍機 軍艦已經是兵兵戰衛了 沒有尊嚴怎麼回事呢 我們現在有尊嚴可言嗎 第一個我們丟了幾個邦交國 呃 九個吧 這個是歷史第一啊 還好那些地方我們有去過 邦交國 不然一輩子都沒機會去了 你是資深記者你也跑過這個總統出訪 你最清楚 邦交國就是我們中華民國 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能夠行使我們在 世界各國的一個獨立的國格的一個表現 你少了九個 你的尊嚴在哪裡 第二個 你現在因為為了對抗中國大陸 完全依賴美國 請問你有拿到尊嚴嗎 你台積電是不是被迫搬到美國去 沒有啊 就像台積電到美國很慘啊 對啊 因為美國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勞工的意識跟我們不一樣 之前承諾的現在通通都沒有做到 然後 張正摩托承認 台積電搬到美國設廠之後 他的這個良率跟他的成本 都會比台灣差很多 可是為什麼 蔡英文還是要讓台積電搬到美國 那我們的尊嚴在哪裡 第二個 這個美國人現在到處都叫我們 要買武器 有一個美國那個前國安顧問歐布萊恩 還說台灣每個人要發一把AK-47手槍 我們為什麼變成這個程度呢 馬英九時候有需要這樣子嗎 現在既沒有和平又沒有尊嚴 這就是你蔡英文八年的政績 括號政績 所以你蔡英文的歷史定位就是 把台灣從安全變成危險的總統 沒錯 而且重點是他最後呢 這個他還說他這個當了八年的總統 謝謝台灣人給他這個機會 他要留下一個更好的國家 他愧略台灣人 我只能這樣講 他留下一個更好的國家嗎 留下的是一個讓大家就是簡直就是 破破爛爛的 我們現在大家要去補破洞的一個國家 他留下的是一個更危險的國家 沒錯 跟更大的爛攤子 所以明年的總統 當選人會非常辛苦 蔡英文這個 蔡世神邏輯喔 蔡世神邏輯 這所謂的四個堅持 對我來講他是騙騙老外 怎麼說呢 就像一個小學生 他跟他的這個父母講說 欸我很乖 我都沒有打人喔 他在私下去 用那個用那個 用用小尺去打打打隔壁的同學 在桌子上打 然後說我沒有挑釁他 這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說他不挑釁 請問你台灣國的國慶日是怎麼回事 對啊 他說什麼不屈服 那請問你現在的那個軍機到台是怎麼回事 不冒進 那請問你胡召謝跑到美國去說 我們要證明是怎麼回事 那你這些東西都是假的 2015年說他要維持現狀 當時的現狀是馬恩九的現狀 對啊 請問他有維持住嗎 沒有 馬恩九的現狀是和平跟尊嚴嘛 他有維持住嗎 他沒有維持住啊 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蔡世謊言 蔡世神邏輯 蔡世神邏輯 那你這四個堅持 所謂的四個堅持 現在聽起來已經變四個笑話了 哈哈 說實在話啦 我是我身為台灣人 我覺得很悲哀 我們台灣人應該是像 這個馬總統時代一樣 我們有自信有包容 跟大陸可以和平 跟美國日本都交好 然後你看那時候的這個 這個沒有一個 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 會認為台灣會打仗 當時的經濟學人雜誌說 台灣是跟這個是中國大陸 對台灣有史以來主權 這個讓度最多的一次 可是現在經濟學人同一個雜誌說 台灣變成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這是誰造成的 這蔡英文造成的啊 所以經濟學人雜誌認證 蔡英文把台灣變成 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所以蔡英文八年總統的定位 就是把台灣變成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對 那問題是我們國人 還需要接受這樣的事情嗎 蔡英文的最後一次國際文告 每一點都在打臉他自己 你說他有團結國人 那這個變成笑話了 因為這八年來 他每一個都 他對在野黨都是 抄家滅族 對啊 清查國民黨黨產 然後去追殺這個 言論自由 關掉中天 關掉中天 這是他的政績 怎麼今天沒有拿出來講 沒有好好的講一下 他怎麼關掉我們中天的 他講都是反話 說台灣越來越自由 這個就是他講的 所以我說 所以我說對他 最後一次國際文告 全部都要反著看 我們就反著看 你不要找到解答 一個追殺在野黨 然後追殺這個 前任總統 用什麼三中案 然後用這個查水表去查 台大教授的封殺言論自由 對 一個小老百姓PO個蛋 也被警察抓走了 對啊 黑蛋就馬上就說他 他什麼危害秩序 那還有就是那個 中天新聞台 是我覺得蔡政府這八年 最偉大的劣跡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民主國家 會把新聞台給關掉了 只有這個 假民主之名 行獨裁之死的一個政府 所以我說我身為台灣人 我覺得非常可恥 那我覺得更可恥的是 很多人還以這樣的總統 這樣的政府為榮 覺得他好像把台灣帶得更好 對 我覺得很悲哀 其實台灣這八年是越來越差 真的 我們越來越危險 我們越來越沒尊嚴 我們的經濟數字 量力的數字量都是危險 那為什麼這樣的政府 你還要支持他呢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可怕 也非常的悲哀 幸好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 還是有這個韌性 我相信台灣人 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並不可封鎖 放進去 平衡 靜腦